当地时间21号 美国财政部以规避或违反美国制裁禁令为由 宣布对与俄罗斯相关的多个实体和个人 以及六艘船只实施制裁 根据美国财政部的声明 被制裁对象包括两个涉额实体和两名个人 美国财政部指责他们规避美国制裁禁令 为一个已经受到美国制裁的俄罗斯实体提供协助 当天另有涉额的两个实体和六艘船只 因涉嫌与悬挂朝鲜旗帜的船只 进行船对船转移精炼油产品而遭到美国制裁 美国财政部称 此举是为了继续执行联合国和美国现有的对潮制裁禁令 根据相关规定 受制裁对象在美国境内的资产将被冻结 美国公民不得与其进行交易 美国财长姆努钦说 美国财政部正在采取措施 阻止俄罗斯规避美国制裁的举动 他还表示 违背美国对朝鲜制裁禁令者将一直承担后果 针对美国对俄制裁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 对俄实施制裁的原因 与叙利亚和克里米亚局势无关 而是由于企图利用不当竞争手段 他批评 美国某些政客已经把俄美关系 作为国内政治斗争的筹码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此前表示 俄罗斯将从国家利益出发 对美国计划采取的新一轮制裁进行回应 佩斯科夫说 俄罗斯总统普京愿意为两国关系更好发展而努力 使俄美关系从现在的危机中走出 来自美国民间的声音也值得注意 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近日发布的民意调查显示 58%的美国人认为 努力改善美俄关系更重要 只有36%支持对俄罗斯采取强硬的外交和经济手段 好的 接此话题我们来连线 北京演博士的时事评论员腾建群先生 美国财政部又对俄罗斯的个人和实体开罚了 那么屡次以各种理由 对俄罗斯个人及实体甚至国家开罚 美国政府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 首先说美国不断地向俄罗斯发制裁 主要还是要保持对俄罗斯这样一个比较强势的压力 不管是政治打压外交孤立 经济制裁还是军事威胁 美国一直希望把俄罗斯作为一个主要对手来看待 这样的话可以动员国内的保守的势力 来为特朗普政府呢站台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 随着今年10月份中期选临近呢 特朗普已经开始整个一个动员活动 那么对俄罗斯打压呢 应该说是特朗普政府提升自己的支持率 以及满足国内保守势力和相关利益集团需要的重要步骤 美国政府方面因为制裁与俄罗斯的关系不断恶化 但最新的民调显示呢 美国人民似乎更愿意跟俄罗斯搞好关系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呢 确实美国对俄罗斯政策呢 它是一种二元化的 一方面呢是包括普通百姓 甚至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呢 他都希望不断地改善对俄罗斯的关系 因为在基辛格等这样一些比较资深的政客来看的话 如果说美国同时跟中国跟俄罗斯相抗衡 相对抗的话 那么可能会加快美国的衰落 所以呢必须要缓和跟俄罗斯的关系 缓和跟大国之间 其中一个国家的这种这个关系 不能同时跟中国和俄罗斯相抗衡 但是呢 我们看到另外一方面呢 也就是说美国国内的保守势力 美国的一些保守政客呢 实际上并不愿意看到 美俄关系得到长足的改善 所以这是美俄关系另外一方面 因为这些人的话 他代表的不同的利益集团 比方说军火公司 如果说真的美俄关系缓解下来的话 那么包括国防开支 包括军工复合体的一些 这个经费呢 都会大幅度的削落 像奥巴马期间 所以现在的话 大肆的宣言 俄罗斯威胁论呢 主要还是满足国内利益集团的需要